委員,你剛剛不是說對於兩岸福茂協議監督條例和福茂協議和資金區的處理方式 國民黨這邊是打算怎麼處理? 因為大家都說總統一直希望這些東西通過 我就針對這個部分 這次臨時會是三個禮拜 但是你們要佔兩個禮拜的時間都是處理考試院跟檢察院的人事同意權 所以剩下一個禮拜處理法案 那處理法案其實禮拜二跟禮拜五是院會 所以真正能夠在委員會審查時間只有三天 所以只有三天 所以針對自由經濟示範區 大家有沒有回想一下 大概前幾個禮拜連續審了那麼多次 花了那麼多時間 不過才討論三條 對 而且還保留 對 所以在這次 你說三天 能夠審查多少條 而且大家都希望能夠充分討論 所以 能夠有多少進展 其實 恐怕不會像大家想像的那麼快 因為只有三天的時間 那你說兩岸福茂協議 那在這次機率更低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希望說把兩岸簽訂協議的監督條例 在國民黨的立場是認為可以同時進行的 不過再怎麼樣同時進行 也一定先把監督條例審達到一定的適當的時機 兩岸福茂協議才會繼續來審 所以這一次只有三天 恐怕要處理到兩岸福茂協議 機會很低啦 很低啦 我不能說沒有 因為還沒有到的事情我們不能這樣講 雖然他時間很短 不過依我的判斷 他處理的機會太低了 比較低的沒有辦法應該是不會這樣通過 不會 那我們想了解一下 就是之前有人傳聞說 國民黨可能會用黨紀來約束大家投票 那這一次的臨時會裡面有可能嗎 我在這裡要特別提到 全世界任何政黨本來就有黨紀 這是政黨內部的事情 這就像一個社團 社團內部有他們自己的規範 所以任何一個政黨有黨紀 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針對於考監兩院的人事同意權 會不會動用到黨紀 我覺得還沒有到的事情 我們都還沒有審查 我們國民黨團有確立一個原則 要嚴加審查 但是這些委員 不管是監察委員 或考試委員的被提名人 我們下禮拜跟下下禮拜才有審查 在還沒有審查 我們沒有辦法確認他是否適任 還沒有就是說要贊成或反對 如果黨一定要一致性投票 這些都太早了 因為大家都還不清楚哪一個委員適任 所以這種一定是整個審查 結果出來我們大家都認為說 哪一個是人哪一個不是人 我們還會經過黨的很大會來討論 所以還會討論後才決定 要怎麼樣去處理這些人事案 我們現在還沒有審 如果現在就說 哇我們一律給他支持 那不是笑話嗎 你都不知道他是任不是任 你黨可以做這樣的事情嗎 那不可能 所以這一點放心 好不好 好OK 那我們委員我們再請教一下 就是之前在審置信區的時候 好像國民黨委員比較忙碌 都不太常出現 那很多人就質疑說 國民黨是不是不太想管自信區的審查 其實完全錯誤 因為當時在審查 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的時候 其他的委員會他們也同時在開會 因為這是連審的關係 那因為當時在野黨的委員 不管是台聯或者民進黨 他們在審查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的時候 幾乎沒有針對於條文來發言 都是在表達程序問題 啊 秩序問題 權宜問題 都沒有針對條文 嗯 那我們很多的委員就認為 你們是要拖延時間 那我們自己的委員會還在開會 嗯 那就先讓你們去提程序問題好了 嗯 那我要回我自己的委員會開會 哦 所以是 已經不耐煩 在這邊開聽你們講程序問題 都不針對個別條文在發言 所以他們寧可回到他自己的委員會 去審查法案 哦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所以像這種都是外界 一個誤解 因為它是聯席會 嗯 它跟財政委員會 嗯 財政內政經濟 對 所以同一天 內政委員會自己也在開會 嗯 財政委員會也在開會 都在開會啊 嗯 是這個緣故 哦好 那我們最後再問一下就是 呃 最近好像有團體開始想要推國會頻道 那因為 因為我們都知道IVOD 有些時候其實 並沒有完整的直播 所以我們 也會來這邊 就是盡量讓大家知道委員 是不是很努力的在這邊做事情 那請問委員 支持我們這樣子 讓國會透明化的動作 國會透明化 啊 我相信任何政黨都會支持的 嗯 人民也 同樣 希望 來看到 他所支持的立法委員在國會表現是怎麼樣 嗯 只要他有興趣 都可以看得到 嗯 其實現在也是有辦法 嗯 所以 真正 想要去了解人 他自然 有辦法了解 嗯 那國會頻道 可能是 讓大家更方便吧 嗯 但是真正到最後還是有興趣的回去看 不過 總是有個管道 我覺得是很好的 這是很好的 好 所以委員也支持我們這樣子 讓大家 我覺得 那是當然 人民有資的權利 那他 看不看是他的事情 嗯 是的 那當然我們在進行這個時候 一切 要 符合 立法院相關的規定 嗯 是的 好 好 我知道了